娱乐中心综合报道吴淡如突写下道歉文 图翻自吴淡如脸书主持人兼作家的吴淡如 对外衣给人充满智慧的形象 不仅理财友方 也很愿意脸书与大家分享所见所闻 几乎大小时都会跟友们聊上几句 昨儿十九日他突然在脸书写下道歉起 马上引发大批网友的关注 吴淡如身兼多职 最也开始尝试直播卖货 没想到搞得手忙脚乱 他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真正的直播销售 引进比较近的直播台的IT模式 大家已经如火如荼 我们做非常晚 基本上都是静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我在念博士班 现在一个毕业了 另一个第一年必修学分也全部修完 所以我们打算来好好做 如果没有先进的系统 用一般直播根本记不 谁买了什么东西 要反复的回播看影片 现在不 啰 第一次实验直播 我们平台回购帅最高的场 一起参与 吴淡如打算认真做生意 但没有弄好 欠 图翻设自吴淡如脸书 但他似乎还是没成功 然开了两次直播 最后又统一公告道歉启示 因我是菜鸟 把直播搞得有点乱 所以各家厂商的会嫁延至10月31日中午12点以前都可以 一礼物也会按续赠送 连结明天会出现 网友看到后 纷纷留言 为他 希望别自责不擅长的事 难免会出错 这直播买到更优惠很好很棒 但规则要再让消费 厘清 我观看时也一头雾水 不知如何助手 但整 气氛很欢乐 我也跟着观看得很开心 哈 到底如使用啊 乱得有道理 太棒了